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出席的国民党智库办的愿景台湾论坛 他当场是跟国民党主席张启成喊话说 存房税、购物税、空物税全部都要打假 全部都要打假球 所以立法院要解决 让国民党的市议员尤淑慧愤怒回唱 说前市长郝龙斌时代提出存房税 向建商课征3.6%税率 但是柯文哲上任之后 却调账到了1.5% 还给建商一年的宽限期 不过北市府的副发言人今天出面 再回应邮淑慧 不要用片面的资讯来政治斗争 我就直接指控 囤房税、多物税、空物税 全部都打假球 江启成你们立法院才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交正身兼立委的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柯文哲前一天喊话 囤房税卖国家 但同党议员邮淑慧愤怒打脸 痛批前市长郝龙斌提出囤房税 建商课征3.6% 但柯市府时代两次调降 最后只剩1.5% 还给建商一年宽限期 刘时辉更出示当年柯市府提案内容 说避免大幅提高税率 影响方式交易 104年先打第一发假球的就是柯市长 把囤房税因应建商工会的要求 把它调降 希望议员可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名义代表 不是拿片面的资讯来做断章区域 不要因为政治斗争的算计 才刚上任北市府发言人蔚佑任首次上阵对打北市议员 这有什么好政治斗争的 是谁先拿囤房税来说嘴 建商跟一般自助都是征受1.2% 所以没有任何一次的标准高于现在柯市府的 废话103年的时候又没有囤房税 全台湾都没有 2017年有所议员还没有到台北市议会服务 那我们愿意跟他再多做一些说明 不要躲在市政府那边放话 不要寄生市府 地方民代替主席出头 但江启臣本人先换家 论坛不是在笔书以提供大家不同的见解立场 吵半天讲的都是当年谁降建商囤房税 但回到争吵源头 论坛上的柯文哲发言 台湾有2万人有10户房子以上 其实根本是说投资客争吵结论 牛头不对麻醉 这次我们讲李和荣台北导 我们下期再见